据台湾中央社3月25日消息 正在南太平洋国家窜访的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下午称 中联办是中国大陆执行一国两制的机关 无论韩国瑜是惊人安排或自己去 都会让外界有一个印象 就是中国大陆在制造一国两制的氛围 他认为韩国瑜剧中联办 这件事有欠思考 有媒体询问此事是否有法律可以管理 蔡英文回应称 这件事情要很严肃来看 一定会请陆委会来研究 他有什么法规可以管 不然就要来想办法 据了解 3月22日和23日两天内 韩国瑜分别和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明 与澳门中联办主都赴自音会面 然而韩国瑜的这一行程遭到陆营人士陆委会 来至蔡英文本人的追杀 23日下午蔡英文隔阳酸话裂片 中联办是中国大陆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重要机构 安排韩国瑜去这个机构拜访 很难排除是在制造一国两制的氛围 不清楚韩国瑜有没有这样的警觉 陆委会也恐吓称 依现行港澳相关法令 对现实首长在港澳与中共官员接触 虽然并没有禁止的规定 但是极其敏感的政治行为应该公开透明 而且高雄市政府对于拜访中联办的行程 没有视线列入 也被公开引发诸多揣测 希望高雄市政府尽早对外公开说明会面情形 已是外界一律 针对拜访中联办被陆营乱扣帽的仪式 韩国瑜23日接受采访时直接回击称 自己只想卖水果水产 酸盐酸鱼不必要的杂金 非常无聊也没意思 他说我带着老婆副市长市府团队 旁边还有十位高雄市议员监督 我要准备出卖高雄吗 如何出卖 本网3月24日台前行政机构负责人 赖清德有意参选2020大选 挑战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连任之路 国民党前立委邱毅认为 赖清德民调遥遥领先 不可能接受和蔡英文搭配 蔡赖配竞选2020 也因为赖清德让国民党的太阳们都变成夕阳 邱毅认为 韩国瑜是目前国民党唯一可对抗赖清德的王牌 邱毅指出赖清德一出马就单挑韩国瑜 就是看准国民党目前无人能抗衡他 但韩国瑜真要参选 还有三个难关要突破 邱毅 第一 邱毅说韩国瑜才刚上任高雄市长 如何向市民交代 也就是参选的正当性问题 第二 如何使表态参选的前新北市长朱立伦 和台前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的人马通力合作 这也是国民党主席无对异面对的难题 第三 则是韩国瑜对台湾如何突破当前困境 仍缺乏完整的规划与政策方向 选战一开打 很多敏感问题 就再无回避模糊空间 邱毅表示 一旦民进党由爱卿德挂帅 国民党派出韩国瑜 蓝、绿支持者将回流 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支持度将被挤压 而善打选战的爱卿德 一定高叉捧独大战 继而操作弃柯文哲保了爱卿德 柯文哲将逐渐被边缘化 美国现在支持蔡英文 是因为蔡英文是个听话的棋子 一旦爱卿德初选胜出 依民进党的愈合文化 蔡英文和其人马也只能选择支持 再加上爱卿德本署投机型台独 美国改支持赖卿德的可能性很大 邱毅预言 二十二十年就是韩国瑜大战赖卿德 韩国瑜仍旧想打经济牌 民生牌 但赖卿德一定强力操作统都牌 而赖卿德选战经验丰富 远非蔡英文可比 更擅长负面攻击 韩国瑜目前的团队不足 必须加强危机处理与战术反制能力 熊市长韩国瑜访问香港 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 他不仅在特区里 宾府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 随行的高雄市农会 余会还与港澳金户企业签下总计二十四 七以新台币的采购合约 另据香港中联办网站消息 中联办主任王志明 在办内会见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一行 对其来港参访交流表示欢迎 并介绍了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一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 韩国瑜与王志明会晤 其实到访过香港的台湾政治人物 不止韩国瑜 在他之前 九个一选举后 新任台中市长卢秀燕 一月访问香港 出席台中市农会与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 签署友好合作协议室 而在台湾岛内政客中 与香港最有渊源的 莫过于生在香港 长在台湾的前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了 台湾制造 香港交货 1950年7月 马英九出生在香港九龙的游马地 四年随父母去台湾生活 之后 马英九读书 游美 进入政坛 逐渐成为台湾政治明星 直到1997年1月 马英九才第一次回到出生地香港 那时候 正值港英政府结束统治前夕 马英九也刚刚卸下当局法务部门负责任职务 为了避免引发不必要麻烦 马英九以私人身份 跟着时任当局陆卫会副主委临终飞访香港 虽然是以私人身份防盖 但马英九在担任公职十足摊打黑的形象 早已为香港居民津津乐道 也在长岛掀起了马旋风 他回到当年父母 位于九龙青山大住居参观 期间有香港警员认出他 并与他和尹留念 在长期间 马英九曾去广华医院寻找自己的出生证明 香港称出生旨 虽然母亲勤后修当年的产房 已被拆除令解 但广华医院找出了母亲包括产解 缴费登记表在内的一系列相关资料 马英九死刑保持低调 都是自己搭乘地铁往返行程 马英九的香港经历 也让他在竞选时成为把子 1998年在台北市长选举中 对手沉水便攻击马英九是香港脚 要走香港路 还讽刺他不如去选香港特首 不过 马英九给自己找了一个颇有趣味的解释 因为母亲勤后修 从台湾到香港时已经就孕在身 所以马英九称自己是台湾制造 香港交货 1999年3月 马英九第二次访问香港 此时香港已经回归祖国 他本人也战胜陈水便出任台北市长 虽然是首位访问香港的台北市长 但他依然以私人身份出席活动 香港方面高度重视马英九此行 为他提供了一台劳斯莱斯轿车 在两期间 马英九与多位香港重要政商人物会面 并参加台北银行香港办事处的开幕酒会 那次访问中 马英九和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特别顾问 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叶国华商定 设立双城论坛 通过对城市管理的讨论 促进香港和台北两个城市的交流 2000年1月第一届双城论坛在台北举行 2001年2月又已是香港 台北市长访港第一日 2001年2月11日 马英九第三度访问香港 与前两次不同 这次她是受香港特区政府邀请 以台北市长身份抵抗 随行的 还有20多位台北市政府官员 一岁三个月便离开香港的马英九 月語讲得并不好 不过 秀月语却让马英九赢得了不少香港人的好感 抵达香港的晚上 她先用月语给香港的朋友拜晚年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好高兴 再次来到香港和大家见面 虽然她的发音并不标准 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2月13日 他与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会晤 这也成为1949年以来台北与香港两地领导人的首度会面 原本马英九只安排接受一家媒体专访 但在香港媒体的强烈要求之下 临时加排了十几场媒体采访 马英九在接受记者访谈时强调 要恢复九二共识 恢复海峡两岸互信 搁置政治争议 同时也表示 非常高兴看到香港在回归后 各方面仍然继续进步 他当时说 希望香港回归后 比在英国人手中发展得更好 这也是台湾同胞乐意看到的 在香港期间 马英九不改晨跑的习惯 清早便在香港公园慢跑 这又引来大批媒体追逐 在他结束防港行程回台后 立即会见了当时的陆委会主委蔡定文 向他报告了香港行程 马英九原本还有机会第四次去香港的 2016年 已经卸任地区领导人的他 打算于6月以5日出席在港举行的 亚洲卓越新闻奖颁奖典礼 并以英文发表专题演讲 分享对两岸关系和东亚形势的看法 然而 他的防港申请 被蔡英文当局以接触台湾机密 甚至为由拒绝 最终 马英九的演讲 不得不改用视频方式进行 在演讲中 马英九不忘讽刺当局 没想到香港那么危险 到了今年5月20日 马英九三年的出境管制期将结束 从理论上说 他可以不用申请就去香港了 或许 马英九能完成被推迟三年的防港计划了